工聯署下澳門彭業職業工會5月22日於彭業職業工會會只舉辦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,旋承搭彭工藝,第二期培訓,招生新文法部會。 趙德肇稱現時政府,重視不足,缺乏規模系統性的支援,導致培訓,缺乏資金和場地,希望得到政府,支援和幫助。 只有政府才能改變關乎搭彭工業的存亡。 就搭彭不但是建築界重要的行業其中一行的工種來的。 和非物質文化為產的清單,培訓好搭彭工藝不但可傳承技藝, 而且亦是一門很好的防身技藝,正所謂一技防身,終身受惠。 可惜澳門政府對執行那一行的技術重視不足,它不像香港,香港雖然是一個國際大都市, 但是香港政府對技能行業的支持力,力度不少人。 因此每年都有不少的青年人入行,可見政府的支持, 以否會直接影響到行業生存的發展。 行業工女希望能夠為一隻青年中年男女選擇一份好工藝, 為未來有一條好的出路,我會決定自行出資舉辦第二期 達行工藝培訓班由本工會拜出有幾十年工作經驗的導師教授。 解決學徒補貼問題, 行業職業工會將全額, 占負培訓期間的補貼, 凡三月培訓學月三個月為期, 每月上課二十日, 每日四小時課程, 上足二十日可得津貼三百元一天, 不足二十天可得津貼兩百元一天, 借此希望能夠吸引年輕人入行。 培訓畢業後, 可以安排到各鵬廠商號工作和實習, 實習期間各商號可給遠工尖津貼。 上課日期, 由六月十五日開班, 報名日期, 由職日起至六月十五日。 有興趣參加培訓的可置電66612081查詢。